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4月3日星期六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兩宗有關疫苗的最新消息 第一宗消息 在香港方面 科興疫苗第二針的脫底情況 就有越來越嚴重的傾向 在昨天星期五 就有4400人沒有去打第二針 創了單日的紀錄 第二宗消息 南美洲國家巴拉圭 近期疫情相當嚴峻 他們很想去尋求疫苗 來解決疫情 不過由於他們跟大陸沒有幫交關係 所以買不到大陸的疫苗 最近當地的執政黨竟然考慮 要跟台灣斷交 以便買到大陸的科興 或者是國藥疫苗 好了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說回本港的情況 昨天 星期五 只是這一天已經有大約4400人 創了單日的新高 累計有超過12000人 沒有去打第二針科興 其實這個情形也是相當奇怪的 因為這些人去打第一針之前 其實應該是對於這個疫苗有所了解的 比如說他們要知道 究竟這個疫苗的有效率會有多高 這個疫苗有什麼副作用 當他們了解了這些資訊以後 他們才去打第一針 他們斷言會說盲中中中中去打第一針 就算當他是盲中中中去打 打完第一針之後 就會有一張紙發給他 就會告訴他下一次是何時打的 那按照計 這班人還健在 你說有些人打完針 不在這裏只有幾個 現在增加到十幾個 但是還有很多人在這裏 就算有些人打完第一針 他有嚴重的副作用 也不會說萬多人有嚴重副作用 那這班人當初他們打第一針的目的是什麼呢? 或者他們當初的思維模式是什麼呢? 怎麼會打完第一針之後 不去打第二針 這個是奇怪的 如果說有些人他們怕死的 看完報紙、看完報道之後 那你打第一針之前都應該要害怕 對不對? 也不僅限在科興 就算你打復必泰也應該害怕 有些人打完復必泰也走了 是不是? 那些專家就說是沒有因果關係 但是如果你要害怕的話 照計應該在打第一針之前 就已經是怕飽了他 那你沒理由說 打完第一針 接著打第二針之前就很害怕 所以不去 這些簡直都不知道是什麼 的思維模式來的 要害怕呢? 你一早就不害怕 你打到現在半吵 洗濕了頭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 打第一針和第二針中間 是會有一個限期的 你不能夠拖太久的 在外國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外國由於那些疫苗 根本上是供不應求 所以有些國家 將第二針的安排 延遲了一些時間 比如說隔到兩三個月 但是別人都要打兩針 但是別人是因為不夠疫苗 所以才是隔那麼久 那麼香港是夠的 有針沒有人打 但是有些打了第一針 照計應該要打第二針 沒理由不去的 其實特區政府 有沒有做什麼措施 去了解一下這些人 到底在想什麼呢? 又好像不聽見說是有的 其實政府也有一個責任 去了解一下這些人在做什麼 是不是? 萬二人這麼多不打第二針 那你變成有什麼作用呢? 陳肇始局長經常都說 想香港達到這個 叫做群體免疫的狀態 那些人打一針 又不打第二針 那怎樣群體免疫呢? 打一針的科興有效率 只有百分之五十點多 打兩針才會提升 那麼特區政府也要去 了解一下這些人 究竟他們是想怎樣的 沒理由 有得他們說 打完一針之後 第二針就完全不打 有些人當然 當然他可以辯解的就是 他有嚴重的副作用 或者是他嚴重不適 諸如此類 不會萬二人都嚴重不適 如果是的話 你也要公佈 是不是? 我相信就不是 有些人是擺明脫底 尤其是 昨天就是五天長假期的第一天 是不是有些人走了去放假 又不打針呢? 但是這些都不是借口來的 打得就不要害怕 害怕你就不要打 現在搞到有成萬二人 吊吊聲 其實特區政府也要公佈一下 究竟有沒有一些應變計劃呢? 還是打一針都可以呢? 照計不是 一直以來的公佈都是要打兩針的嘛 所以這件事真的要想想 看看如何來解決 不過按照香港現在打疫苗的進度 看怕要達到所謂群體免疫的階段 都應該是相當遙遠的事 現在台灣就和白樓已經開展了 印太地區第一個旅遊氣泡 特區政府就說有和其他國家在商討 究竟商討成怎樣呢? 到時候開通的條件是什麼呢? 打疫苗的比率是否是其中一個條件呢? 還是說 其實 那個個案差不多去到清零了 到時候 純粹入境的時候要做檢測陰性就可以了 這些事情都要公佈一下 是不是? 市民應該都想知道這些事情 好了 接著我們就講一下巴拉圭的情況 巴拉圭有什麼好說呢? 其實全球的國家都有疫情的 因為巴拉圭就是台灣目前在南美洲 僅餘的一個邦交國 而台灣和巴拉圭已經建交了63年的時間 但是近期 遇上了一些問題 可能巴拉圭會和台灣斷交 當然在3月的時候 這一下子的斷交已經被美國方面壓下去了 但是現在又再一次醞釀而已 為什麼當地會醞釀和台灣斷交呢? 又是跟疫情相關的 因為當地的疫情實在太嚴重了 目前巴拉圭人口有700萬多 但是只得到16萬3千劑的疫苗 包括了的就是 智利和阿聯酋所捐贈的2萬3千劑疫苗 這些疫苗是中國製造的 好了 過去幾個星期 巴拉圭的民眾多次上街 抗議政府抗疫不力 當地的反對黨 甚至乎有提案 罷免巴拉圭總統阿布鐸 雖然這個罷免案失敗了 但是這位阿布鐸總統 已經飽受著國內的壓力了 巴拉圭的官員說 有不少的中間人 就向巴拉圭政府接客 說中國是希望 用提供疫苗來換取巴拉圭的建交 其實在上個月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親自打了電話 給巴拉圭總統阿布鐸 告訴他 堅決反對巴拉圭和中國建交 巴拉圭外長阿瑟維多 接受訪問的時候說到 雖然布林肯很堅定地告訴阿布鐸總統 巴拉圭的盟友是台灣和美國 但是巴拉圭要求這些戰略盟友 要證明他們的友誼 怎麼證明呢?當然 巴拉圭方面是很想取消疫苗 因為在南美洲那麼多的國家當中 巴拉圭所分發得到的疫苗 其實是最少的 好了 在上個月 除了布林肯打電話 壓低了巴拉圭的短交意欲之外 其實巴拉圭已經獲得了台灣的金援 來買疫苗了 但是當然 買疫苗很困難 不是說你說買就買得到的 就算說歐洲國家那麼先進 那麼有錢 他也要在這裡排隊要輪 所以更何況是巴拉圭 就算台灣從旁協助幫他牽線也好 其實要買得到也是很困難的 好了 這個彭博社昨天有一篇報道 就說由於巴拉圭極需要疫苗 所以這個執政黨 紅黨內部 已經開始有些人在討論 還要不要繼續跟台灣維持著長久的邦交關係 那就是說 又再一次有些人走出來醞釀想斷交了 剛剛才是壓低了無奈 這些人又再出來vvvv 那麼老實說 究竟巴拉圭買得到的疫苗回來之後 是不是就代表著當地的疫情是得到解決呢 那當然不是 因為原來大家都知道 打了疫苗就不是用來預防武肺的 而是只不過 當感染到武肺的時候 將症狀壓到最輕微而已 但是當他中了一招之後 仍然會有傳播性 未打的人一樣會受到感染而已 所以一定是要靠多人打了疫苗 才會達到應有的預期效果 就是所謂的群體免疫 所以你打不打的 打了當然沒事 未打的一樣是出事 所以還有一件事就是 當他買的疫苗回來的時候 究竟保護率有效率有多高呢 這個也要考慮 但是似乎現在那幫人 病急就亂投醫了 總之隨便不要管哪裏出產的疫苗 有就可以了 這幫人根本上 就不是在解決疫情的問題 而是在解決當下的政治問題 因為他們很焦急 民眾又上街示威了 反對黨又搞罷免了 所以他們就急需要買一堆疫苗回來 當然對於巴拉圭那幫執政黨議員來說 中國的疫苗就會很吸引 解不解決問題也不用理他 反正就是要買一堆疫苗回來 告訴民眾他們做了事 做到事 到時那種疫苗如果不是有效率那麼高 到時才會再算 根本上這些人的思維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巴拉圭真的要買大陸疫苗的時候 很簡單 所犧牲的就是和台灣的邦交關係 只不過究竟現在是否騙得住呢 美國又出手了 台灣又出錢了 似乎暫時還找得住 但是如果總統被人罷免了 或者執政黨內部有什麼變卦呢 就很難說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